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涛去教 有朋友说,涛哥你拍节目怎么有时候光线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 所以太阳在落山的过程中,色温光纤变化会很大 我们这种拍摄我有时候很难去调整 因为话就一串这么说下来 所以我们就很难去调整半截切成一段一段 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因为中午太热了,没办法拍摄 我不知道了,据说明天更热 而明天下午呢,我说北美实际啊 皇家马德里队跟这个利物浦队 应该是在乌克兰争夺欧洲俱乐部杯的冠军 这应该是利物浦队在这么多年来首次进入最后的决赛 应该相当有的看了 那我朋友说,就我个人来讲,当然我是比较喜欢利物浦 那皇家马德里队呢,罗马里奥呢,我就跟大家形容过 我说觉得很奇怪,这个队呢有些脏 脏的意思就是北京话就是赖皮 比较赖皮,赖皮就是没有缺少男人的气节 输赢相当在乎,差一点也相当在乎 他不是一种坦然面对的,面对生命过程中的一种欣赏 这种球技的比赛欣赏,不是 他为了赢球,为了他的利益 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举动都能做出来 假摔啊,偷鸡猫狗的事啊,就是这种 骑骑勾勾的事,就是骑骑勾勾的事 很令人难看 罗纳尔多就经常干这种事 拖延三分钟,拖延十秒钟时间啊 然后假摔啊,然后扯了鼻子烂喊啊 狗屁都没有啊,咱说句难听话 有,所以这个 但是在这点上,你在利物浦身上呢 球员的做人的素养 我以为要比皇家马德里高 做人的素养 但是也很奇怪 皇家马德里的主教练齐达内 是当年法国队的灵魂式人物 而齐达内在当时法国踢球的时候 很有风范 很难忍 所以这事就很奇怪 这个世界很奇怪 那咱也不知道了 我只是这么,大家就聊天了 因为球赛 那踢起来最后谁输谁赢 谁输谁赢,如果按照我们经常谈到的灵魂的角度来讲 和很多朋友留言 谈到他的做梦判断的一些事情 他也说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奇怪 梦中的事情有时候跟现实的环境中的吻合 令他自己瞠目结舌 但他佐证不了 对吧,佐证不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做梦 每一个人都证实不了梦 不能像第二个人证实梦 但梦的现实环境中的 对时间的突破性 我觉得就这一点上 就仅仅这一点上的认知 难道不足以唤醒朋友们 对自己灵魂的肯定吗 难道不足以唤醒朋友们 对中共的无神论进化论 和所谓的科学发展观的 一个根本性的否决吗 梦 哈佛的终身教授 都不能确定他自己做梦 都不能咬着后台牙 说我现在咬牙我做个梦 他做不到 对不对 他能够被哈佛聘为终身教授 那不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连自己梦都把控不了 他想解读自己的梦 他都很难记住 有朋友说段故事 他说 遇到了他个女朋友是谁 忘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家里的亲属 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他问这个亲属 问什么呢 说问他自己的母亲如何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结果他这个亲属也去世了 这亲属说 你妈妈跟我没住在一个城市 我给你个电话号码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他就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留下电话号码 他还记住了 他睡醒记住了 大家说他没敢打 到现在他也没敢打过 加拿大 我今天听加拿大的 今天的抓彩 6000万 6000万加币 和4600万 一共有46个 每一个号100万 有46个机会 加起来总金额大概 10600万 今天 所以而且延长了这个 抓彩的时间到10点半 夜里10点半 我怎么说这事呢 我记得几年前我听过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有个老太太 她做梦 梦见了当年 就是星期五的这个抽奖号码 她又去买去了 买完之后呢 她就按她的记住 那个梦里梦的 买完之后 她想一想 她又买了一张 用了同样的号码 买了两张票 同样的号码 买了两张票 后来颁奖的时候呢 真是她 真是老太太得了 那结果就记者问她 就乐说老人家 你怎么会一个号 写了两张 在这一次的抽奖中 她说我梦里梦见了 我相信我的梦 我怕别人跟我分享我的奖金 我就再写一张 如果有人分享的话 我占多一半 我觉得老太太很实在 但这件事情被我记住 老太太做梦 梦见了那号码 梦见了这个号码 然后这个号码是真的 我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 类似的经历是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呢 是跟我大学的同学有关 那我也跟那个朋友一样 没敢试过 后来呢 在当时睡醒的时候 我记得 但后来的时候 我就故意忘掉她 故意忘掉她 因为那个大学同学 是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头 可是在三十多年前 大学毕业之后 三十多年前 可不说了 快四十年了 大学毕业之后 大家再也没见过面 就各奔东西了 但是我们那年代上大学呢 大家都多少有一份情感 因为哪来都有 多大岁数都有 所以跟现在上大学不太一样 那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可以记住 他记住不是说 我背舒适的背起来 不是 他的记住是 就这么一过目就记住了 一过眼就记住了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 那人的生命 如果在梦的这个解析中 不用那个佛罗伊德那个 咱就刚才说那段话 你难道不懂得珍惜自己吗 就是说 珍惜自己是指摆脱欲望跟利益的 对你的残害 对我们个人的残害 和对我们个人的伤害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中共政权表现出来的价值观 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他的力量感 他的力量感 盲目自大误判美国 潘小涛 这是今天的香港苹果日报的写一篇 写了一篇评论 因为这两天一直在谈川金会 所以这里他讲的是贸易战 谈判结果美国的绝对实力和谈判策略决定 更是中共政权盲目自大 外交战略的失误造成 他这么讲 中共在外交上撒金钱 援助非洲大举并购 注资国际金融机构 令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增 以支持一带一路 那德法 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 争相加入为创始成员国 财达起初 无往而不利 令中共政权忘记了韬光伪劣 养成小事 也是意气用事的恶习 那不断对美国出言不逊 又不时叫嚣停购美国债券 令美国感受到中共政权的威胁 所以整个这一段 他彰显出钱 用钱作为实力满断一切 那这种做法就是删债 但他没有任何实体的东西 都是靠买 对不对 都是靠买 从上至下都是靠买 从上至下没有一个 生命内在的品质的展现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所以而中兴问题不是 中兴问题一下碰到的 是一个生命实质的问题 大说中方这次披露 暴露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对美国的误判 北京在华盛顿原来有很多说客 对白宫想法了如指掌 送田圈 美国就让步 他就提到李登辉访美 中美撞击事件提到那么久远了 朱镕基访美 包括近年的多次贸易纠纷 他说美国也很实相 老是给中方面子做补偿 而这一次 中方以为手上有筹码 就是有钱 导致 以至于在美方宣布制裁中兴 基于三菱洋调查 对大量中国货品 征收惩罚性汇款 税款之前 还是老 还老神在在 不认为 美国是较真 就没把川普当回事 总认为可以把川普搞定 当然现在依然是在过程中 这也是事实了 依然在过程中 而这种过程呢 我刚才说了 中兴的致命弱点 中共的致命弱点 乃至今天 习近平在他所推崇的 北京中国制造 2025的致命弱点 都在中兴问题上 暴露无疑了 他说中共政权背书下的习近平 不屑一顾的发展中美关系 川普又不按常理出牌 所以令北京很难捉摸 白宫的真正想法 是 其实北京捉摸不了 连白宫官员也捉摸不了 他完全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其实我 你让我说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虽性的 这事就不好办 连他媳妇都不知道 此前北京沿用的套路 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大旗 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 对美国小语大义 贸易战两百巨伤 美国将失去大量职位 列出报复清单 摆出不惜一战 恐吓 但是现在今年完全不同了 美国人视若无睹 国际舆论 反而对中共政权加以围剿 那现在包括欧洲 包括加拿大 加拿大最新的都 加拿大向中共说不 那澳大利亚明确 以国家主权的概念 而国家尊严的概念 跟中共今天几乎是翻脸 而这个叫什么 李中堂 李中堂到日本访问 竟然有一段视频 当李克强要去敬酒 两个人刚落座 结果日本首相安倍敬三 落座的同时站起来 跟李克强说了一句话 牛脸就走了 离开会场 如果我要能找到那段视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极其尴尬的场面 我们不知道细节 但是那是美中国总理啊 那安倍晋三 如此的不给他面子打击他 那你今天的外交 却反而向日本人低头 想想当年的反美情绪 我觉得都是笑话 真的 真荒唐 以往努力居中调停的跨国公司 因为在华利益减少而袖手旁观 那中共政权面临着空前的孤立 中共自视清高大 以为国力大 美国人就认怂了 而策略失败 误判美国 如此幼稚 那甚至可能只得习近平一人思考 个人只是硬生虫的外交团队 焉有不败之理 他把责任放在习近平身上 是习近平自己一人一手导演促成今天的场面 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说习近平在两会结束之后突然为中共背书 这两个月到现在二十五号 两个月前是金正恩三月二十五号到北京 两个月他遇到的麻烦 在整个国际社会中遇到的麻烦 是过去五年里都少见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讲 他的所作所为 把共产党盯在了一个必遭天谴的位置上 没有任何借口来有机会免除天谴 这是我以为2018年将会有更大的瞠目结舌的事件出现的缘由 一句话时辰到了 在我眼睛里时辰到了 在时辰到了背景之下 习近平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确实把共产党完完整整的绑架在魔鬼的马克思身上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兹职府 兵敞 感谢观看